到底要先做牙齒矯正 還是先做嘴唇手術 牙齒骨骼造成 它其實嘴唇沒有問題 建議去做牙齒矯正或症餓 更多人介於中間 我有嘴唇的問題 我有閉合的問題 可是我也有一些骨爆的問題 那到底要怎麼拿捏呢 大家都會覺得 我不能吃東西 我一定要用吸管 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就是吸管很難用 因為嘴唇很 就是閉不太起來 會吸不太到東西 反過來講是這樣 它沒有任何忌口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只要吃的方便就好 有一些人 尤其如果上下都做的話 有時候會比較腫 的確短時間內 會閉不太起來 這樣的話用湯匙 吃什麼都可以 吃冰淇淋 吃布丁 任何你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問題 吃完要一定程度的漱口 再把藥膏塗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它不怕因為嘴巴太大 然後把傷口 就是傷口閉起來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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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們的縫合 都縫得非常的仔細 縫合大概如何 縫合的關 因為傷口在上下嘴唇 輕輕抿的位置 所以縫合就是會縫在 這一整片的部分 我們縫存恢復期是這樣 有很多醫師 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有一些醫師主張 不用拆線 有一些醫師是主張要拆線 像我的主張是要拆線的 因為我會希望儘快的拆線 然後把那個線造成的這些反應 立刻把它消失掉 所以它後續恢復期 其實會更快 我的建議是這樣 一個禮拜的時候就要拆線 可是拆線的時候 一點都不好看 才消走六成而已 可是繼續等 兩個禮拜的時候就會消八成了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是需要戴口罩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拿下來的時候 其實一般人就看不出任何手術感了 繼續等 三個禮拜消九成 才是真正好看的時候 這大概這是我們的 耳嘴唇手術的一個 常態性的恢復期 這微笑嘴角手術 其實它的禁忌是 主要是有沒有很嚴重的木耳紋 這叫做木耳紋 就是嘴角這裡 假設我是阿婆 然後這裡就會有兩條 兩條線到這裡 那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我有嚴重的木耳紋的時候 我去把嘴角往上轉 嘴角往上了 原本的木耳紋還在原來的位置 它就變成嘴角往上 木耳紋往下 就好像到這裡變得 嘴角的時候好像魚的尾巴 一切就分岔了 分岔就變得不是很自然 所以以微笑嘴角手術的禁忌來說 主要是 針對它有沒有嚴重木耳紋 再來就是如果有嚴重的 瘤疤的風險 瘤疤疤體質 這個也會比較不建議 這是微笑嘴角手術的禁忌 縮唇手術 就是後唇要變薄 縮唇手術的禁忌呢 嘴唇本身呢 它這個手術呢 幾乎沒有任何術後的風險 可是在術前的評估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們路上在看 在用嘴唇和後的人 其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是單純的嘴唇後 就像我們剛才看那個 四個明星 最後一個那個男明星 他是單純的嘴唇後 可是他沒有嘴巴吐的問題 可是我們東方人 我們台灣人呢 三分之二 也是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有合併 閉合問題 合併 嘴巴前吐 跟下巴後縮的問題 什麼叫閉合問題呢 我看電視看發呆的時候 其實我的嘴巴會開開的 當我要試著把它閉起來說 仔細觀察 其實會不太容易閉 是需要粗一點點力氣 才閉得起來的 什麼叫粗力呢 就是下巴這個肌肉 這叫mentalist muscle 這個肌肉會粗力 往上滴 才閉得起來 後唇的人呢 其實通常嘴巴凸凸的 通常嘴唇有點外翻 通常下巴呢 都這樣有一點點 瘦皺的 這就是閉合問題 那各位可以想像啊 我嘴唇比較厚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閉不起來了 如果這個時候 任意的去做縮唇 我把嘴唇變得更薄了 的確嘴唇薄了 以為是好看的 結果怎樣 會更閉不起來 閉不起來的時候 下巴就會更重 整體上只是扣分而已 縮唇手術本身 它是一個很棒的手術 幾乎沒有風險 可是它的評估非常重要 一定要沒有閉合問題的人 才能考慮縮唇手術 不然的話 我們就要配合其他治療 把閉合改善了以後 才有空間調整嘴唇 不然嘴唇變薄了 更閉不起來 整體上是一個大扣分 既然我們剛才談過 大部分的人 都有閉合問題 又合併後唇 那我們怎麼樣去 把嘴唇改薄呢 實際上我們必須透過一些方法 就像如果下巴比較厚縮的人 其實我們把下巴加強起來 它是會改善閉合的 當然它有它的方向問題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我去墊下巴把臉變長了 然後它就會改善閉合 並不是那麼簡單 下巴後縮 把後縮改善了 同時臉型改善的時候 閉合會改善 所以如果在螢幕前面的各位 如果有一點點閉合問題 各位可以試著做一個小動作 你下巴皺皺的對不對 你把嘴巴放鬆 把下巴捏起來 往前捏 然後你再閉閉看 你會發現好閉很多 這個模擬方法有點粗魯 不過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就是同時利用下巴延伸 除了好看以外 讓下巴肌肉的角度的改變 其實是會改善閉合問題 我們就利用這個閉合的改善 我們就多了一點點空間 可以去調整追存 那另外呢 有一些人是 嘴巴凸造成的閉合問題 可能就要試著去做 牙齒矯正 或症候手術 把嘴巴的那個牙齒 把它往後推 這也會很好的改善閉合問題 所以我們的原則上都是 想辦法先改善閉合問題 換到一點點空間以後 才有辦法調整嘴唇 所以嘴唇是屬於比較後面的治療 很多人來找謝醫師就問我說 那我到底要先做牙齒矯正 還是先做嘴唇手術 如果主要是 骨性造成的 就是牙齒骨骼造成 它其實嘴唇沒有問題 牙齒往後退了就改善了 這樣的人我會直接建議 去做牙齒矯正或症惡 因為只要做完這件事情 他的嘴唇 他自然就會非常喜歡 我們不要勉強去做嘴唇的手術 另外一類的人呢 其實比較不是牙齒骨骼的問題 主要是單純的 軟組織就是嘴唇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我當然是建議手術 可是更多的人介於中間 就是我有嘴唇的問題 我有閉合的問題 可是我有一些骨骼的問題 那到底要怎麼拿捏呢 這種狀況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我一般會先建議 做整形外科的治療 就是先做下巴的改善 除了臉型好看以外 閉合改善 做一點點縮唇手術 很快的就可以得到 一個很棒的結果 為什麼我會先建議這個呢 因為它恢復期相對快 大概是兩個禮拜就可以接人了 之後呢 如果有時間的話 如果願意的話 繼續去做牙齒矯正 它會隨著時間 嘴巴尾突感繼續後退 它會繼續加分 整形外科的治療 牙科的治療 其實這兩個治療 正好是軟組織跟硬組織的加強 它其實是一個 一加一大於二的治療 所以基本上是都會建議的 不過因為恢復期的關係 我們整形外科的治療 可能會優先考慮 唇色這個問題 相對比較不好解決 可以做紋唇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改善方法 可是各位可能會想像說 欸我皮膚黑啊 我有什麼色素沉澱啊 我打個雷射就會改善 嘴唇是不是可以打雷射 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過有一點點治標不治本 嘴唇唇色比較深 大部分是體質問題 那什麼時候會加重這個問題呢 就是一直被刺激的時候 所以有一些嘴唇 如果比較深的人呢 都會可以觀察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個習慣 嘴唇常常比較乾 常常在那邊抿 這樣就一直在刺激它 其實它容易復發 所以這種人打了雷射以後 其實唇色的確會改善 可是這樣這些習慣 並沒有被很好的改變的時候 大概三個月左右 是有可能唇色會回來的 所以改善就會變得比較有限 所以如果要試著這麼做的話 大概心理預期不能太高 那我們的確還是可以用 雷射加強之後 可是嘴唇之後的所有的保濕 這個習慣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才可以把這個唇色 維持在一個比較自己喜歡的狀態 好 嘴巴放鬆 微微張開 好 以牙齒靠著 好 嘴巴輕易閉起來 好 好 閉起來 你有做過牙齒矯正嗎 沒有 要看到自己 我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你自己的狀況 你幫我拿著 實際上是這樣 我給你整個臉型 都是好看的 不帥氣沒有任何問題 可是你真正的問題 你可能現在嘴巴閉起來 你可能第一次會感受到 你可能覺得不太喜歡下唇 有點翻的感覺 你確認你有閉口的問題 讓我嘴巴閉起來 好 沒有 你放鬆 來 微微張開 你看這一次 然後閉起來 閉住 嘴唇閉起來 你會發現嘴巴閉起來的時候 下巴會出力 再次放鬆 好 牙齒靠著 好 嘴巴放鬆 除了這裡比較突兀的話 下巴的骨頭 相對嘴唇的 遺孤來說 略長一點 所以要閉起來的時候 你是屬於那種看見事 看見會發呆 來 會嘴巴開開的 要閉起來你就會出力 踩閉起來 所以你看這一出力以後 好 你進去嘴巴閉起來 一出力以後 下唇會更外翻 下台牙齒的這一片骨頭 尤其牙齦跟下巴的骨頭 稍微比較往前一點點 尤其是這一塊 可是我認為牙齒矯正後 後退以後 這個嘴巴居會更好看 可是下巴會稍微明顯 一點點 有點像黃曉明那種 可是我覺得你的臉型是搭得上的 下唇外翻感改善以後 然後再這樣閉合其實這一退以後 也會改善 我覺得還是值得做 你笑開的時候 你的牙齒跟牙齦是 上牌是往前斜的 其實是還有一點後退空間 下牌其實往後退 這整個牙弓整個往後退 我覺得是可惜 不過就不適合做手術 不適合做嘴平手術這樣 謝謝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他說要指左下腳 OK